《旧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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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姊妹 主乃平安 我是林彬 顶姊妹 大家好 我是梓山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 查《旧约圣经》的针研 在上一集 我们看了骄傲带来的负面影响 也都开始由正面的角度 去分享谦卑的好处 谦卑的人因为敬畏神 而得到神所赏赐的真智慧之外 还有其他的赏赐 一起看真言的二十二章四节 真言二十二章四节 敬畏耶和华深传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这条方程式很简单 就是敬畏神家谦卑 就等于富有、尊荣、生命 不过世俗的想法就很不同了 很多人都认为 做人要精力一点、醒目一点 每件事都要计准一点 才会成功出人头地 甚至高人一等 既然真正和永久的福气 是神所赐的 那当然就要根据神的法则 才能够做得到 除了敬畏神是主要的关键之外 彼得前书的五章五节 教我们怎样制服敖戏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促要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及谦卑的人 试图彼得的意思是 如果以谦卑弱束自己 就能够做到彼此顺服 相反就是一种骄傲的表现 神阻挡骄傲的人 阻挡有敌对的意思 与神为敌 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一个人表现出骄傲的样子 去踩低其他人抬高自己 那这个会不会是因为疾导 而心理作悉呢? 绝对有这样的可能 我们看一下针言的十四章三十节 怎么说呢? 针言十四章三十节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疾导是骨中的扭难 疾导是心里面无安宁的表现 令到一个人整日都愤愤不平 经文说 疾导会令到身体里面的骨头扭难 既痛苦又难熬 后果的确是十分之可怕 疾导对人的杀伤力都很大 我们可以这么说 骄傲的人有很强的疾导心 不愿意接受人比自己强的事实 而谦卑的人就刚好相反 因为愿意接受人家比自己强的事实 所以不会疾导人 还有 骄傲的人容易挑起争执 一起看十三章十节 针言十三章十节 骄傲只启增径 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骄傲的人通常好性心都很强 不单止不愿意听人的意见 还时时提出反驳 恶言相向 这样做不吵架就好奇了 中国人有句话这么说 三人行必有我私言 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警惕的 有那种谦卑态度的人 经文说他们有智慧 其实 肥立比书的二章三节 都是这样劝勉信徒的 肥立比书二章三节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徒虚浮的荣耀 只要全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如果常传谦卑的心 看其他人比自己强 就一定不会骄傲 也不会把自己看得过高 更加不会看人不起 自以为不可一世 要做到这一点 的确是不容易的 希望我们谈记针言的教导和劝勉 远离骄傲 做一个谦卑信服的信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和一个骄傲的人相处 是非常之困难的 他们不肯接受人家的指证和劝告 严重的甚至无弱可救 我们看一下针言的十八章十二节 怎么说呢 针言十八章十二节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骄傲的人自以为是 不愿意接受人家善意的批评和提醒 结果一错再错 甚至一败涂地 至于谦卑的人 他们听神的话语 服从神的吩咐 接受人家的指证 结果就越来越有智慧 越来越尊贵 我觉得骄傲的人和谦卑的人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骄傲的人比较势利 喜欢和有钱有权势的人扯上关系 至于谦卑的人 就愿意和这些比较穷佛的人做朋友 浸然的十六章十九节 都是这么说的 浸然十六章十九节 心里谦卑与穷佛人来往 强于将老物与骄傲人同分 欠秘的人不会看不起那些比较穷的人 愿意和他们做朋友 这样做总好过拉拢那些 有权有势的骄傲人 要看他们的面色做人 这里的骄傲人 是指那些狂妄之徒 他们的钱财 可能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回来的 与这些人共享荣华富贵 又怎会心安理得呢 如果你问我 我就宁愿屈就卑微的人 与他们同金共苦 总好过为了利益 与那些狂傲之徒 一起陷入罪恶网来之中 浸然还有不少的经文提醒我们 不要羡慕恶人发达 为了一时的享受 结果就得不常失 看一下浸然的二十三章 十七和十八节怎么说呢 浸然二十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你心中不要质度罪人 只要终日经威夜和话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自断绝 质度罪人 可以被翻译成为善无罪人 这句浸然规劝人 不要见到有人因为犯罪犯 恶而名利相收 便羡慕他们 至于羡慕这些人有多危险呢? 芷珊,你知不知道? 知道 羡慕罪人的结果 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和他们怎样犯罪而偏离正牢 谁知道非法犯罪得来的名与利 是短暂的 在地上就算不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最后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和惩罚的 所以,千万不要行叉答错 所谓平生不作亏心事 半夜敲门也不惊 不要为了追求短暂地上的财富 又偏离正路 我们要继续过敬虔的生活 不要灰心丧志 因为最后一定会有善报 会有美好的结局 没错了 就正如经文所说 只望也不折断绝 即是前途光明的意思 好,我们再看多一段针言 是二十四章一同二节 针言二十四章一至二节 你不要疾到恶人 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 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 他们的口谈论奸恶 这段针言一再劝我们 不要疾到恶人 即是不要学他们的罪行 不要羡慕他们短暂的发达 更加避免与恶人相处 经文形容恶人的心 经常都想着做坏事 而口谈说一些伤害人的说话 他们的行事为人 与骄傲的人很相似 这种人不会有好的结局 和他们在一起是一件极之危险的事 恐怕被他们教坏 甚至被他们连累 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和将来神的审判 让我和大家归纳一下 如果要远离骄傲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敬威神 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 然后以谦卑的心代人彼此信服 千万不要妒忌人家的优点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尚传感恩的心 欣赏和纪念人家的劳苦 还有啊 不要羡慕恶人的风光和发达 宁愿屈就卑微的人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